3月31号 辽宁省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沈阳举行会商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郝鹏主持会商并讲话 航空工业集团总经理党组副书记郝赵平出席会商并讲话 当晚郝鹏郝赵平省委副书记省长李乐成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杨宇栋出席了 反映是非英雄爱国情怀顽强意志和拼搏精神的电影《长空之王》典映活动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及国务院国资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 航空工业集团有关负责同志 省领导刘慧燕 王新伟 王健 张成忠 江有为 杨忠林出席有关活动 本台报道